是空隙 生命电视 与您一同互生 祝您真的觉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才可以提醒自己把这个修好 特别是口业 我想各位人跟人之间讲话的模式不一样 有些人就很容易骂人 有些人就很容易讲是非 有些人喜欢讲很多对对方没有帮助的话 反而让对方很痛苦的话 那修行人必须要口业清净 所谓修行 修行修行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呢 那你必须表现在你的身口意 你的身体的行为 让别人尊敬 你讲话的模式 让别人尊敬 当然更重要的 你的心 让别人从内心里面尊敬 很想亲近 那这就是修行 当然修行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基本上不要去伤害到任何人事物 这是基本 这样你就不会痛苦 这个叫愿断一切恶 诸恶莫作 那进一步你就要去 除了以这个为基本 所以各位这个要记住 很多人喜欢做善事 但是呢 他还在做一些不好的事 这样就不清净 所以你要做善事 必须断恶 就不做任何坏事 做基本 这样 那这样才会产生力量 老实说 就像各位在超度好了 那我知道我今天哪里生病 我要去超度超度 因为可能有冤情在住 但是你就用钱啊 去放生啊 去做 那你就发觉奇怪什么 不会好 好像没什么感应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的冤情在住 还看到你在造那个恶 不高兴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当你 为什么我们要守八万灾戒 平常你没办法 说不造那个恶业 但是至少你在忏悔那两三天 那我就 深口意都绝对的情境 然后呢 再去造一些善业 然后这样来回想 就像我们这几天 大家守八万灾戒 守五戒 短期出家戒 然后我们来点灯 那又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 圆心在住 他看到你断恶 他为什么成为你的圆心在住 就是因为你过去造恶业而伤害了他 杀他 吃他 骗他 各种各种的 那这至少你在守八万灾戒的这几天 是不会这样做的 连男女的性行为都没有 八万灾戒嘛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你过去邪淫 淫欲 甚至把他强奸 把他伤害死的 所以就算他没死 这个业也已经造作了 但是你最近几天是在断恶清净的状态 然后你在为他们放声啊 点灯啊 那你就很容易消这个业 也化解这个冤结 所以我们要受菩萨戒也要如此 就是要达到一个三业清净 你基本做到 然后你再去发利益众生的愿 当然如果你能够一辈子都守八万灾戒 那是最好 那事实上就是出家的意思了 出家就是一辈子都守这个 出力心的清净戒 所以 然后以这个为基本 再来修菩萨道 等等等等 所以就像放声好了 你虽然很会放声 知道放声有很大的功德 但是你还在吃肉 那你虽然放声会有一点福报 这个福报还是在的 善恶不体效 但是你的冤心在主就不原谅 如果你那个冤心在主 是属于你杀生吃肉来的 他就不会原谅 所以你的业就不容易好 那至少 那你知道现在某人生病很严重 得癌症 那你就劝他七天不要吃肉 然后这七天 都去做善事 忏悔 诵经 放声 先把他超度了再说 如果这夜消了 超度了 将来至少你再 不得不再吃 至少那个 他已经离开了 已经没这个夜了 所以意思是说 不能在 伤口上撒盐 所以你夜已经来了 痛苦已经来了 就是你的冤心在主 已经 因缘成熟来讨报了 这段时间里就很清净 所以我想八幻灾界 就让我们伸口意 随时保持清净的状态 所以再来修菩萨道 那就是要发怨 这个怨不是光一天 那是把怨当作戒律 敬畏来计 那有这个怨 然后我们 我们叫怨菩提心 我愿意这样做 那我们再来受戒 叫行菩提心 去实践 那将来站在佛教里面 菩萨界的 行菩提心 那就是我们在说的 六度波罗密 你要去实践 那怨菩提心是说 那我要度众生 众生无边是远度 我想每个人 只要有一点善根的 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帮助世界 多欢喜 多快乐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 每个人都愿意发怨 而就是成为我们佛教的 特别是我们汉传佛教 中国佛教 是每天都在发同样的怨 众生无边是远度 每天都希望保持这个 这个利益众生的心态 那事实上利益众生的心态 就是我们大乘的最高的戒律 也叫三门耶戒 四言界 就是说我活着就是要帮助众生 这种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但是为了要圆满这个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造恶业 如果你要全部都了解 那你要多看经典 甚至你 像释迦牟尼佛 我因地各位都知道 有一部叫 大碑莲花经 名字很好听 大碑莲花经 然后就释迦牟尼佛 过去发五百大怨 最好我们都能够 跟每一个佛佛 同行同怨 同怨同行 发这个怨 然后行这个 事实上每一个佛 成佛是做给我们看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们早过去 像释迦牟尼佛 过去都成佛了 他说是在那个时代 还有四限一次给我们看 所以第九 发大誓愿 诸佛子等 悔过已尽 所以各位经常要 想到自己的错误 有这个惭愧心 后悔心 决心不再犯 这个是最大的 快乐 勇气 所以 悔过以后 三叶清静 不管你昨天杀多少人 你现在悔过了 决心不再犯 你现在就是一个新的人 各位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过去我们错了 现在我们不会犯了 现在只是积极的 去广秀功德 去回向给对方 可以了 但是不能一直停在那个痛苦 当然如果像讲说堕胎好了 那我们有堕胎 那每天就会同样一直回向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站在菩提心 你过去有堕胎 那如何超度那个堕胎小孩呢 你就发愿帮助所有堕胎胎儿都离苦 那他功德最大 就是你要把一个痛苦 变成一种怨力 这样 因为这个小孩子 让你发起一个帮助所有堕胎的胎儿 甚至如果有哪一位小女生怀孕了 想办法 我有一个徒弟 我很尊敬他 叫站登法师 在东北沈阳 他现在那边已经收七个小孩子 这小孩从哪里来呢 医院里面 他跟一些护士讲好 护士也学佛了 他说你如果看到那个要堕胎的 他通知我们一下 特别那个肚子已经打起来了 已经六七个月了 那你就叫他不要堕胎 我们负责养这个小孩子 那这个年轻的妈妈 如果不方便 因为他有些是未婚怀孕的 那我们提供地方给他住 住到他生下来 他至少救了一个小孩 那他们两个男生 两个都还没超过三十岁了 现在就是这样 每天这样 已经有经验了 然后他们又成立三个护生员 当然现在最大的困扰 我昨天他才问我说 师父现在怎么办 我说什么 小孩子没户口 对不对 内地人没户口 所以现在就在想办法要 办一个正式的名字的 跟政府登记的 也是孤儿院 我说这种宋爱小孩 他正式有一个 政府的名字 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男生不是女生 所以他是这样在救护 当然我们也希望那个妈妈 哪一天愿意抱回去 到现在没人来抱 当然他们的困扰了 然后我们当然尽量带他 小孩将来能够出家 出家就有没有身份证不重要 但是出家 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至少全天下 几千万个小孩子被堕胎 至少这几个救得到 这几个也跟佛法有缘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要尽力做就对了 尽力做 因为对我们战灯师而言 他是从小出生 就是要死要死 然后就算命 然后爸爸妈妈说 绝对活不过九岁的 后来古时候的想法 这个人丢去寺庙出家 看能不能活了 他就这样活过来了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重的病 因为重的病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说 我们现在不要说什么成佛了 我们现在就去救那些生命 救那些要被杀死的小孩 这样你的生命就化为有意义了 所以这样以后就一种菩萨道了 那你对小孩 对其他生命的方法 就对所有众生 那不是变成一个大菩提心 这个就是有一种业 转为一种愿 现在也感动了他爸爸 他爸爸就 以前是在养牛的 现在帮他养牛啊养马 甚至提供一块地给他 所以他看这个小孩子活过来了 他全家高兴了 然后很多老菩萨 老菩萨现在在乡下 也帮忙带上